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会触及统一问题 还话台湾要走自己的中间路线 也会做好完全准备 而对于前总统马英九称 两岸问题要相信习近平 民营党赖清德就直言 主要共事这条路走到底 台湾就会和香港一样 而至于民众党科文则是认为 如果一开始就相信别人太危险 台湾先自主再谈两岸和平 全战在即 前苗栗县长徐耀昌12晚间在脸书发文 表示在县长任内 对于苗栗的财政问题 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没有伸出援手 反而是在民进党政府的协助下 财政财转为为安 不过国民党县党部也回应 呼吁要不计融入 支持党所推出的候选人 国防部日前发布了国家级警报 市警中国的卫星发射会经过台湾上空引发争议 行政院长陈建仁回应 肯定国防部确保国人安全 在极短时间发出告警简讯 但还是要优化告警系统的发布机制 为了在发布相关的告警同时 也需要同步为民众进行风险沟通 日本能能半岛在1月1号下午发生规模7.6强震 造成多处道路断裂 部分房屋倒塌 人员伤亡 为了要协助日本救灾和重建 卫福部设立了捐款账户 到10号为止 开户6天 善款已经超过新台币2.5亿元 其中 林荣三慈善基金会 还有联邦银行 是共同捐款约633万台币 莫得款项将由外交部援助日本使用 新北市国中生校园命案引发各界 对于校安防护网该如何补偿的讨论 而台北市近期将评估 是不是在国中小的教室安装安全灵 也就是求救灵 有校长认为遮利益良善 但必须要订出规范 家长团体表示支持 但也强调 需要补足校安人力来对接 而除此之外 新北市五谷 有建筑物上出现了干戈干媚看板引发讨论 而因为两个人未成年 新北市府就表示 首要之物在全力协助被害学生的家属相关需求 至于看板则不予回应 波兰前内政部长何副手 因为就职期间涉嫌滥权 当地时间8号晚间被警方发布逮捕令 结果这两个人 9号躲进总统官邸 避免被捕 而现任总统杜达 则被指控防害司法公正 警方在同天晚上进入到总统官邸抓人 两个人所属的政党支持者 在官邸外抗议警方 这也凸显去年 亲欧盟政党从民粹主义者手中抢下政权之后 波兰依旧是动荡不安 以上内容 日公日新闻制作 感谢您的收听